眼前这种植物就很特别了 它的根非常的苦 堪比黄连 想必了解它的人都知道吧 朋友们 这个就是山芝麻了 它的架子很少人知道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俗话说良药苦口 那么这个山芝麻 可谓是把苦发挥得淋漓尽致 它是锦葵科山芝麻属的一种小灌木 通常长在山坡草坡之上 它的叶子互生于茎杆 叶变成狭举圆形 正面没有毛 而背面有灰白色的心状绒毛 包括它的茎杆也是如此 密被绒毛 它开的是叶生的小花 花苞成圆锥形 再来看 这里就是它的根部了 它有粗壮的竹根深埋地下 所以比较难挖 那么这个山芝麻 我们主要采收的是它的根和叶子 晒干保存 而它的根就像哑巴吃黄连 有苦不能盐 其味非常的苦 在以前它也是凉茶铺里面的常客了 那么朋友们 您对山芝麻还有哪些了解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关注小满带你了解更多有趣的植物 咱们 好